我发现我今天没有带白开水 那你可以坐那边的啊 也没有到一堆 我原本以为我今天要十杯的 然后觉得在那边热到我 其实也喝不太香 是因为今天天气一热 所以饮料店通常会主打那种柠檬那种 然后有一家的柠檬我喝一口之后我胃太痛 因为它太酸 因为我都没进食 其实通常空腹好像也不太能吃柠檬 一直酸的 因为你胃也胃不住 因为我前阵子真的是胃有点快坏掉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后来就喝了那边我就看胃痛 我就什么就都不想吃都不想喝了 蛤真的假的 那你们最后几杯 没有我自己目前你可以看到 我这边就是三杯 其实应该是三杯半啦 有一杯就是在里面 我等一下付钱里面煮完 我也要付 我也还没付 好啦 所以不行啦 不眠书啊 是要老话一句 欢迎收听今天的闹大啪啪 然后这边会有音乐 登登登登 我超不熟悉 对啊 嗨大家好 我是巴比 嗨我是QOO 等一下 停 你不能每次 我跟她今天叫我去拍照的时候 她说你有比一个标志 这是DICE 我的是大爱心 害我想说为什么我今天要比脸颊的 可是你最近拍照都也蛮喜欢这样 因为是拍照而已 可是我在打招呼的时候 我是这样 她今天 你就赶快比脸 难怪我刚刚想说 我这样打招呼完好不习惯 她今天有拍到要比脸颊 你知道吗 这DICE 我是大爱心 生气了 那帮我想一个啊 Q QOO 那你就等一下 你这样 O 这样太可爱了吧 你等一下Q 这个是Q聊嘴巴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啊 在那边 Q喔 Q Q 你要另外一边 Q怎样 这样子你看我一看 没有你这样的话是 镜像啊 那是镜像啊 那是镜像啊 对对对 我们又被打 看收看 那我打招呼 那我是巴比 我是Q喔 你Q太变啦 Q 好啦 好笑 没事我们前面聊了 都只是我们今天早上 还在打广告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去那个波波代曆 夏日 什么 饮料节 夏日庆典 你不要乱讲 夏日庆典 我原本以为这么饮料节 对啊 就乱聊一些 那今天的主题其实是 是 我们要来聊搭讪 是搭讪还是骚扰 呃 先从搭讪开始 然后开始就会变骚扰了 因为我那天刚好有看到一个 我忘记是谁耶 一个网红 然后他刚好有发 是真的不是虽然很流行吗 发废文的 对 但他有时候会在里面打满 就是真心话那种 然后他就刚好打到说 请大家不要把搭讪跟骚扰混为一谈 好像有看到 对 因为他们是说像他们觉得以前那种 纯纯的年轻人 或者是网络还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 不是大家就是所谓去搭讪 就是真的是纯心想认识人家 交朋友 那而不是说像现在可能有一些新闻 然后这样闹得不愉快 那种就是到最后 让人家感到非常不舒服 那就叫骚扰 嗯 对啊 好我们下来聊聊 我们自身经验吧 自身经验 可以先从你们自身或朋友之间的经验 对啊 阿比先 那你身为一个网络红人 应该 这个东西我不敢讲 我是真的不敢说 好啦 我想一下啊 我的 你说被搭讪的经验吗 可以是一般的 或是有一些 是有 我觉得有一些印象蛮深刻的 然后就是有一些我觉得很怪 有一些又会觉得 到后面可能会有点 就大家会变调了 那我先讲比较印象深刻的 就是我有一次是那个时候 我有去婚纱展 当过那个 就是像 要穿小婚纱 然后接待人员那种 然后是在信仪世贸那边的 就是我们那个展 都要弄到大概 好像八九点吧 就是晚上下班这样 然后走到市政府 我那时候想说市政府 不可能会有那种西门 然后北车 会有比较多那种人来搭讪 还怎么样 那我就有一样这样走走 走在星光三月的那个 身形到那里 那我就这样带着我 一种很开心的 就突然就有人在后面 就是小姐小姐这样 那他只有先讲小姐这样 那他想说应该不是叫我吧 就我也没有特别的注意 下一秒 他就把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所以我这样 诶诶诶诶这样 诶诶诶诶诶诶 还是这样子 会痛吗 不会不会不会 然后他就对 他就先这样搭 然后再弄到我旁边去 让我整个面对他有这样吧 然后我那个时候 我就很生气 我就把他的手这样 就这样 你要过肩摔是不是 我没有 因为我还没学 我没有 没有那么发扎 没有就只是 我就把他的手这样子 把他捐 转把它拨开 很大力把它甩开 怎么转啊 就是我用用看 诶诶我没有用 这样就是 这样子把它转丢掉 然后我就 说你干嘛 走开 我就很凶 好凶猛 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 没有我想说你就是 蛮漂亮的啊 可以加赖 那时候还没有说加赖 那时候就说 可以加赖当朋友吗 我说不要 然后他就说 加赖当朋友 我就说你 我那时候好像说 你神经病啊 然后我就走掉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那时候是年纪还小吗 也没有 大概大 应该有18 18-19岁 对啊 那感觉就吓得到 可是那时候就会觉得 没有被尊重 对 因为我觉得他碰到我了 对啊 而且他是这样 对 主要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 因为我想说 如果他今天是像现在的人 你会害怕什么 性伤 他如果是绕到你面前 不让你走 就是挺面对面讲话 那可能我会稍微就 不用 谢谢 走 可是他是直接就是碰不到 我就已经 弄到我也很不爽 好可怕 他已经先过分跨了那一段 对啊 就是我觉得你起码要有给人家尊重 对啊 就是你要有礼貌尊重 不要 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手 有没有 其实有长针筒在里面 然后这样打下去 不要注射药啊 对啊 电影看太多 蛮味的电影 然后 我就变成新的 那个现在新的什么 蓝甲虫 是吗 蓝甲虫 蓝甲 蓝甲 你说电影吗 因为看芭比的时候 预告都写啊 没有看 这DC的 新的啊 没有那关键 就很像 蓝色的蜘蛛人 之类的 有这种 他甲虫 反正总的就是 那个是比较 有点 就是最凶的一次 然后还有一次 是我去西营们做指甲 然后是晚上 然后因为我那个做指甲 是在 台 就是台湾第一家演书籍的 你们知道啊 台湾 智福街 那个阿 是阿中面线吗 阿中面线 对阿中面线 智福街那条 的旁边有一个巷子 里面应该以前是那种 裁缝店 然后什么 比较多 可是现在没落 所以就很暗 比较没有什么的那种 可是我那时候 还是在那条街上面 还没转进去 就有一个人 我就觉得他跟着我很久 一个男生 然后他就跟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 预约时间还没到 我就这样回头 这样看看 他就突然走到我面前 说小姐小姐不好意思 我说 怎么了吗 他说请问就是你知道 这附近那里有卖花吗 那里有花点 然后我就凭我的印象 因为我之前有去 红楼那边买过花 我就说 应该要去红楼那附近吧 这样 然后我原本会想说 他会说 那红楼怎么走什么的 不是 他问完之后 他下一条就说 那我可以加你IG吗 他我 他 转了争议 他说 怕我等一下迷路 我可以蜜你 哦没有 你以为是历纯吗 我 我等一下就删掉了 那时候 那时候历纯还没 那时候历纯还没有拍 所以不是还没看历纯 就只是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那时候我就说 加IG吗 可以啊 就是 好可以加 因为那时候我想说 就是 没关系 就给他加嘛 但我不用回追他 我就当时想说 好你就可以 每个面子 对 那时候就可以加 然后加完IG 那可以加LINE吗 我就说LINE就不方便了 就是IG加 他说真的吗 可是你现在多大 等一下 我就加个LINE啊 怎样 我说 不要啦 就IG加 然后我就没有理他 我就走掉 就他就要用IG开始密 他就说什么 呃 你什么 好漂亮啊 怎样怎样 我下次可以吃饭吗 什么的 所以我想说 我只是回答你个花店在哪里 我又没有说 我要跟你吃饭 那你回头的一瞬间 他的世界就已经 还是其实我回头 你叫那个BGM出来了 那他最近我回头的时候 不是那个 啪眼这样 很泡泡 我就是回头 啪眼 回头是谁啊 好吵 超好笑 然后就是第二 然后西门还有一个 那个我就觉得 西门好多喔 对 那个印象很深刻 可是那个我会觉得 假如他今天是想要追女神 就是我觉得是用在 有认识的情况下 我觉得应该要OK 因为我那时候是在 西门那个 要往电影街那一边 成品下面是星巴克 然后那个星巴克是有 一面是有落地窗 是可以直接看到大马路的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 有落地窗的那个 那前面我在那边算数学啊 有的没的 就是写功课 然后结果 那个一个男生 嗯 我被干扰了 哈哈哈 没有 开玩笑 开玩笑的啦 没有 就那个时候我就坐在那个 落地窗 就上这个桌子这样 然后我就这样写作业 然后落地窗 然后我就写写写写 我就看到外面有个男生 就在那边来回走走走 然后我觉得可能在等人吧 你习惯我就这样走 写写写 就那个男生就突然间进来 我旁边刚好有个空位 他就坐在那边 然后我想说可能他还是在等朋友 我就没有理他 就去写写 下一秒他就去买一个 西马克的那种小蛋糕 跟你一杯饮料 嗯 然后结果他就把蛋糕移到 就是我跟他的中间的位置 他就放在这边 然后他人就拿了他的饮料 好像就走了 他就留在你旁边 对 然后那时候我又觉得很奇怪 然后结果他想去外面 就是抽个烟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下一秒他就进来 他就说可以加你的IG吗 然后这个蛋糕请你吃 我想说 用那个蛋糕贿赂 我想说 为什么要就是给我蛋糕啊 要有IG 我就说要有IG可以啊 但是蛋糕没关系啊 不用了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好 要打趴他 趕快弄一弄好 让他走这样 所以他蛋糕真的还留在那边 我到时候也没有吃 因为我就是来路不明 也不可能 也应该也不可能在星巴克下读 因为不会 他就是留在那边 然后话我也没有 我就跟他说真的不用了 我不知道他后来 有没有在我离开后去哪走 可能想说我们吃一口他就去吃 浪费 没有 然后就后来 就我以为结束了 然后他就用IG 你现在是大学生吗 你刚刚在星巴克在读书吗 你看起来好认真喔 你一定是学霸啊什么什么 然后我想说 我要回你吗 我觉得你怪怪 我心里这样 后来我就没有回 然后他好像就是 洗完一些站之后 发现我都没回他 然后就是 他也就没有在蜜我 就人间可能也蒸发这样 反正是 印象中奇怪 大家算大概就是找 就这样 真的很奇怪 他可能在路上就是随便 就是看到 然后就蜜一下 你没回 没回就算了这样 对啊 不是他那个是直接 你喊 你刚刚刚没听了 你进回去 听回去 对啊 反正我的大概就这样 好像还蛮奇怪 你咧 我没有像你这么多 但是 但是我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是 那时候我也是有点 吓到 就是在捷运上面 然后有个超壮的男生 你不是喜欢那种吗 没有 经过那一次之后 我发现那种超壮 我会怕 为什么 就是因为太壮了 其实健身好像会 躲一下 是真的很壮 是很怕会撞到 不是 就是 就会有点吓人 有点怕会被打 太矩了 怕被打 对 那怎么办 不用讲喔 不停 反正就是我搭捷运的时候 然后 刚好就是有一个人是这样子 在你后面吗 是他先拉着那个栏杆什么的 然后 然后我刚好 然后我刚好 实在耳 那个是骚扰 那个是骚扰 然后就是他下面刚好的位置 可是他没坐 然后我就冲过去坐下 然后就是 但是我就想坐 但是在他前面又很尴尬 然后我们就这样尴尬了 大概十几分钟 然后下 倒站 然后我就下去 然后发现 为什么他也跟在我后面 然后我就一路一直跟 我就开始觉得有点可怕 然后后来他就点我说 那个 我以为 我以为什么东西掉了 还是我刚才 你私门水库没有啊 对 我讲说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说 可以跟你要LINE吗 然后我就说 我一转头 他整个超巨大在那边看我 我觉得超可怕 谁猩猩吧 从动物园跑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 如果跟他说不要 会不会被打 所以后来你还是给的 没有 但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有男朋友 他就说 有男朋友没关系啊 就还是可以 然后我就说 不方便这样 然后我就赶快骑车走 对 但我回头一瞬间 真的觉得他很可怕 所以他一直就是 这样子站着 然后在等那个猎物 自己去做 主动坐在他面前 我可能 我掉到那个陷阱 好可怕 所以我们现在去搭捷鱼 看到有一个前面是空位 然后一个人处事 站在订的那个位置 SOP 就不要 就不要去做那个位置 被打起 他被装枪 就不要去做那个位置 真的 有点尴尬 但我觉得面对面 超尴尬了吧 对啊 所以我当时我也很想做 所以我只好在那边 就是眼睛也不知道看哪里 好 以后要小心了 我是觉得 光想像那个画面 要绕过他去做那个位置 就 所以这样听下来是你大概都会 都会想要打发他 所以就给他们 这样 也不是耶 应该是说有礼貌的话 有怎样 就是我会稍微评估一下 就是我会觉得 这是变态的 对啊 因为像现在太多 那种酒店经济 或什么的 那种的话 一听就 小姐你有朋友可以要IG 一听就 已经有那个SOP了 太顺了 对了 那如果说不好意思 就是 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但他们现在SOP有换耶 像我那天有遇到一个 他是直接就说 诶 同学 同学 你现在那个多大 爱心病吗 没有没有 不要 我从以前就不喜欢去西门 遇到那种说 可以跟我说声加油好吗 但现在应该没有了 对 现在应该没有了 对啊 以前那个是真的 你跟他说 我想说也是 加油 然后你就走不掉了 然后他就开始说 这个是我们推出 我们新的作品 对 那个只要200块而已 只要这样讲 我买了 花了200块买了 对 我之前花500耶 不好行的 是烂货 是这个烂货 就感觉是隔壁那种路边摊 可以看得到的 是真的 反正就是 那个 我刚刚讲什么 反正总的 他们现在可能会问 你这什么学校 我跟你说 你在一个不认识的情况下 你第一句话就是 你好漂亮 你多大 你读什么学校 或者是可以直接要IG 的这种 就通常都是酒店店店 没收回 对 为什么要问学校 有点怪 对啊 就是你一开始就直接说 像我现在路上有的时候 像遇到他们其他人 会说 嘿你是芭比吗 那种我反而会停下来说 好 对 我那时候会 有点 没有前阵子会故意开玩笑 我就说那些酒店经纪 要很懒的时候 我原本 因为我通常就是 人家一靠近我 就不用不用 然后我就走掉 事项的就会走掉 没有事项的 我就很想呛他说 是不知道老娘是谁吗 他想要我IG 代表你没追踪啊 去追踪 这样 那没有啊 但没有 就开玩笑啊 心理想 心理想 但还好 像后来现在 因为大家都酒店经纪 所以已经不会再停下来去 听有没有人 但如果真的是 想要跟我拍盒照 打交货打交货的话 你们真的是可以先说 你是芭比对不对 可以拍个照片吗 通关密语是 你要叫得出 还是芭比 他就会跟你拍照 你也不要什么 走在路上说 漂亮的女生 可以跟你拍照吗 好像也蛮好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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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爽的 还是叫芭比 代表你认识我 OK 好 那你觉得现在 我自己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我转头 那个人 如果是单身的时候 那个人是 觉得还OK的话 应该会给 你应该很 你应该很 都可以 但那个给是 IG那种 比较 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 现在是IG是一种 你可以至少知道 我是怎么样的人 可是LINE才是那种 我真的想跟你聊 LINE很不太好 因为我后来在想像 以前 可能是因为工作嘛 就是工作的话 可能会有需要加到一些 厂商或者是对窗口 什么有没有 但我在猜 后来为什么大家 个子会外露 或者是 动不动会加到 那个什么 老师说这支 很厉害 老师 老师说今天这支 非买Book 不买了 然后 谁谁谁 离开聊天室 就是会有遇到这样 所以我觉得LINE 这个东西 就是真的很重要 联络事情 或者是真的 有保障的东西采用 你如果说 想要跟人家认识的话 就是IG啦 你已经 已经 我觉得IG已经 最OK的耶 因为IG 他也看得到你的照片 至少 他真的只是想认识你这个人 他IG就够了 因为 我觉得LINE跟脸书都不行 脸书也不太好 是喔 可是 我会想给LINE 因为LINE你就是 不要 因为你想要投资理财 蛮想的 我需要老师带我 真的老师 真的老师 没有啦 我是说 因为LINE就是你不要回他 就没 就不要离他 但是我觉得IG 现在我们都会发 我们去哪里 今天去哪里吃饭啊 然后跟谁出去 什么朋友 他其实都看得到 所以是半个跟踪的疑虑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IG反不了 因为如果你觉得 他一直反啊 他一直怎么样 当时你就直接把封锁移掉 可是LINE的话 你会就是 我觉得有可能 他在换了一只手机 或会换了一个什么东西 在乱加 然后加到一些奇怪的群组里面 就一样有更多老师 或者甚至A片群组呢 你为什么会加入那种 加密群组 什么通关密语 什么之类的 我是没有加过 我没有啦 我没有 但我很多朋友有看过 有听过 有听过 但你自己觉得 就是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 就觉得乱很乱 就是搭讪嘛 可是后面就是 都都续续续变成 骚倒那一块 对 我觉得 骚扰其实就是 对方感到不舒服 其实就可以构成骚扰 嗯 对啊 我觉得很容易 就会让人家很不舒服 首先如果你是一个 很没有礼貌的人 欸欸欸 很没有礼貌 不能欸 那个里面那个都叫人 欸 可是 没有就是 滑下来的风气 很没有 没有底线 欸欸 踩到人家底线啊 然后没有礼貌 这随便都很容易 会构成人家不舒服 嗯 但我觉得其实这有点 又很难去抓一个 真正的标准欸 因为像现在你看 还是有很多人会觉得 现在社会就这么开放 然后就是会想要 好我的鼓起勇气 主动要去认识你这个路人的时候 确实被人家误认我的时候 我是在骚扰 或者是 就是对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样 要怎么去跟人家讲说 哦你们应该要怎么做 就连我们 我跟立纯不是都拍那个搭讪计划吗 对 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 很怕被人家骂吗 不是不是 是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人家才不会误会 因为我们一切都是节目效果嘛 然后我们也是 比较礼貌啊 跟比较 可能性 比较高 反正我们也是帮你们实测而已 但只是说我们自己私下 本身是不会去这样子啊 就是 就是大家把我误会说我们自己私下真的是这样的人 因为我也不会去跟 主动搭讪 对啊我也不会去跟不认识的人 虽然有人说我社交牛逼 射牛 对 但我仅限于那种公共场合啊 或者是大家人比较多的时候 我也很嗨 嗨感 但我也不会主动说 诶认识一下 怎样怎样那种不会 有吗 那种会让别人不舒服 对啊那种反而会让人觉得你是装熟 有一些男生如果没有拿捏好 女生你有可能啊 只是油腻这种词通常是用来形容男生比较多啊 女生的话可能会 女生主动或者是做一些比较怎么样 反而会让其他女生来讲说 哦他是个臭叉子 臭叉子 臭叉子 太主动 臭表叉这样 对 对就是女生的话 啊男生的话就会被人家说油腻啊 又很恶心啊 又怎样 渣男什么的 男生的负面词好多 对 很多耶 课白印象 哎呀还有海 海女吗 海王 海后 海女是什么 海后应该不要常听话 海后要去捞蛤蟆 海女 没有啊就只是说 就是大家 我觉得有礼貌的搭讪 还是可以试试看 只是说不要说太平凡啊 就是你不要说真的是在撒余网 就是可能你今天一样在哪一个路上 看到这个你就要过去 这个没成功 你马上又要再去下一个 对 这样就很过可以 其实是可以从那个 他问的方式出来 看得出来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觉得你想跟你交朋友 或者是他只是撒余网 可是我觉得你觉得要怎么去跟人家讲话 就是你觉得他第一句话要怎么去讲 才不会让人家觉得有冒犯到或不舒服 我觉得要看那个情境 就是可能刚好 刚好 刚好我们在做什么事 然后他们也在旁边什么参加活动 然后过来搭个几句话那种 就很自然 嗯我觉得 对因为像我影片我也有拍一支说什么如何成功遇到女生吗 我自己都忘记我的影片 就我里面有讲 就是像我的老师真的有说过 人跟人之间就是我到最后会想要就是变成 不管是不是要将男女朋友或者是单单純变朋友 都是要從一個大的群體 然後才到少數人群體 然後才什麼四個人哪幾個人一起出去 然後最後才有單獨的那種機會 所以也不是說你不可能在路上 錯過你的那個Mr.Right或Mrs.Right 只是說保守起見 因為你有我相信一個東西就是緣分 我相信你跟這個人有緣的話 你今天就算在大馬路上錯過了 你現在下次某個場合還是會遇到那個人 所以不要急著說什麼 這跟把握機會把握當下又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不要不要急啦 我自己本身是沒有很推搭訕這件事 因為搭訕這件事情已經被後面的一些比較不好的東西 很多人就會把他們就是搭訕跟騷擾會擺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如果想不要被人家誤會的話就隨緣 隨緣 不然就順其自然一點 去買那個泡麵隨緣 隨緣 隨緣 業配 沒有沒有業配 沒有真的沒有業配 如果有業配的話可以來找我們 就是可以丟我們的信箱 謝謝 好 OK 來 你們覺得就是 因為剛剛比較多都是大陣肯就是真的是想要認識的 可是我之前會發現去一些什麼百貨公司啊那種 推銷嗎 對推銷的 你們會覺得這種 有沒有遇過真的很死殘亂打的推銷 我 死殘亂打 我是沒有 因為我通常看到那個會很明顯就會知道那是要推銷 推銷 推銷 我之前講話都這樣耶 完蛋了 就是會知道他是要有目的性 目的性不能太嚴重 不管你是要認識人還是真是要推銷 因為像我之前有一次是因為我 我知道他是推銷的 可是我想說我時間還有一點時間 等朋友 所以我想說好那我就 聽他講 對聽他講 然後他一開始覺得說這免費試用品嘛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你就說 我們不用填資料不用填資料 等一下我不會講話 等我休息一下 好 休息一下 很喘是不是 休息一下他那個 整理失去 他好像說在東區 然後他就說我們這是不用填資料的 這是免費試用品 你可以拿回去試用什麼的 然後接下來他手上就剛好拿了一瓶 好像是去 我記得是去角質的還是什麼的 然後他就突然就這樣拿給我的時候 然後我把他擠了一點 他就說你可以抹抹看我們 這個是什麼什麼 他要擠上去 我說喔好啊 什麼保濕怎樣 還不錯 怎樣怎樣 然後他就說 你這個上面出來的 就是要去角質嗎 那你這個角質層啊 就是什麼毛孔堵塞的原因 主要原因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他就說 那你這個也是要洗掉 那我們進去裡面 拿那個濕紫巾去水洗這樣 然後我就被帶進去 然後我就被帶進去 我就被帶進去了 然後帶進去 然後我就很明顯的表現出 他說我就是沒有要購買你的產品 我只是因為要殺時間 然後我就被帶進去之後 我就用水清掉 然後我就說 喔好好好 然後他就開始劈里啪講一堆 然後就架上開始 然後我們這組啊 三千多啊 現在怎樣賣一千多啊 怎樣 這組是那個超多貴婦啊 首選什麼東西 原價大概三萬多啊 然後突然間變成 上線下差五千多啊 然後我就說 好好好 然後我就腳一直要往外面走 他說 妹妹等一下等一下 你那個試用包還沒有拿 我說喔不用了 沒關係 然後我就跑走 我就算一下時間 我總共被拖住 大概有三十到四十分鐘 我就一直在那裡面 因為他的那一層 就是腳趾 就是瘋狂推銷 真的 對啊 那我的話 我剛才聽到這種瘋狂推銷 第一個想到就是 健身房 大家一定都有 啊好好笑 欸妹妹有在運動嗎 對 有在運動嗎 有在運動習慣嗎 欸身材不錯耶 有運動習慣要不要來看看 對 而且我有一次遇到最誇張的 就是在公館那邊的 欸這樣講出來 欸有點明顯 可以啊沒關係 因為我知道了 就窩具嘛 好 反正就是經過 可是我大概 大概知道他是在推銷 可是他第一句不是問我 有沒有在運動 他在跟我聊天 就是欸又長得還不錯 你每一個都不不錯 講得小帥哥 然後他就問我說 欸剛下班喔 你住附近喔 什麼的 他就是沒有從運動開始跟我聊 可是他有穿的制服吧 有 那你就會 那我如果是我的 我會蒙蔽了 對 對 這樣超不行耶 我就想說他只是想要 隨便聊一下 然後我就 我就一邊轉我的摩托車 然後一邊回他 喔對啊住附近什麼的 然後接下來就 就開始拿出了那個 開始拿出那個 推銷了那個 QR code什麼 對對對 然後我就說喔不用不用 這是什麼 那個很忙啊 要回去了什麼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 就一下就好了啊 什麼的 然後我就被他纏住 然後而且我本來要 要走 直接走另外一條 然後他是整個人 擋在我前面 你怎麼都會遇到那個 整隻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對 那很可怕 對 對 而且他是故意有點在跟你玩 就是這樣 然後這樣 躲在你前面 在哪裏 在哪裏 在看完實際上 沒有 看好像有點老耶 沒有 沒有 如果是我遇到他穿字母的 然後過來問說 你讀說 你看到他穿字母 可是我就知道啊 可是他就 感覺是個小帥哥 不是我在講欸 假如真的是我在趕時間 又有人這樣問的話 我真的當下 假如我又要處理事情 我第一句話絕對 大概八成我一定會說 幹你屁事 我就是這麼兇 我很怕被打 沒有啊 我會覺得 他如果要打我 那就打啊 反正到時候送醫嘛 驗傷 或怎樣怎樣的 沒有啊 這不好 沒有 那不是我的 他說的 來打我 哈哈哈哈 他停在請教 或是你等一下害我們 出去真的都不打 對阿 要打 要打了一點 要打了一點 直接把威也的那個 在派閃 在派閃 尋打起誓 對 好打起誓 對阿 OK好 我想分享你的 你可以借我一下買兜 我不要 我不要啊 那我分享一下嘛 你就坐在這裡了 坐那麼久 欸對耶 男生也有 不是 我們不能失禮 你這樣講好像一副是 就是我要去分享我搭訕別人的 沒有我剛剛要很驚訝的就是說 男生原來也有被搭訕或被騷擾的經驗 我是其實也是推銷這個 而且但那次我真的覺得很誇張 是我那時候就是在當替代儀的時候 我就中午午休去買東西吃嘛 就是買完要離開的時候 因為那天剛好順便去剪頭髮 然後就遇到一個人 一個女生就說不好意思我 那可以幫我們填一個問卷嗎 然後想說啊問卷可能很快 可能一下就一兩分鐘 我就想說好那我就填一填 結果下一秒他說 那我們到室內填好了外面很冷 因為那時候冬天 然後我就想說我就覺得怪怪的 我就覺得怪怪的 我想說趕快打發走 所以因為騙進去填問卷 騙進去幹嘛 對啊 他就是那一 之前 其實他想對人家幹嘛 沒有 耶耶耶耶耶耶 不是我男生就這樣是不是 待遇怎麼差那麼多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那一間店 後來發現那間店在低卡上面 評價超級差 真的 他在Google map還被刷到一星的 就是因為他會把人家 就是 帶進去之後 甜味就會強迫推銷你買東西 可是你不要買就好啦 對 但是他會一直 浪費心 他會一直 就會找一個 講話很犀利的一個 大家就拼一塊他講 對 他會一直講 然後一直說什麼 啊這個三百塊什麼什麼 真的對你皮膚很好 然後這樣用用用用用用 對 然後而且 欸 那我跟你說 假如是這樣 我真的遇到這種 我會看著他說 啊你有用你們家產品嗎 啊怎麼會長這樣 喔~~ 不行 我只是在教你們就是如果真的遇到拒絕 但不是說你們平常對人家講話可以這樣 這樣是非常失禮的 就不要不要這樣講話 對啊 反正那時候我就是 我就覺得很尷尬 然後但是我又不想說 因為我畢竟還穿著替代一些制服 我不想要好像當面跟人家抄起來 這樣會害我們的單位被罵 所以我那時候我就假裝說 我叫我們班長來喔 不是班長 那我在消防局 然後那時候我就假裝 假裝 學長 欸學長 有有急事要出 因為出救護車說 啊要出救護車我要趕快回去 然後說不好意思我真的趕快回去 然後他最後還講一句 啊那那你趕快付錢啊 很快一一罐三百塊而已 我想說這個時間你還要我付錢 三百塊我可以吃好幾碗滷肉飯了 對啊 對然後後來我就我就說 啊真的不好意思 我我我身上錢沒那麼多 我就趕快我就趕快 因為他其實有些人被帶進去 是帶到比較 隱秘的想法 不是隱秘 好可怕 沒有到隱秘啦 就是他比較沒辦法直接 一轉一轉頭可以走出去 他是會有一點什麼障礙之類的 所以 你在走迷宮喔 還要對不起對不起 喔轉彎了轉彎了 就是可能有一個轉角之類 對對對 然後然後後來我想說 我到底有沒有去檢局這一間店 就後來聽說就有上新聞 就是有被檢局成功 然後他沒有被罰錢 然後我就回去看D卡 還是那個文就底下一片叫好 終於啊 跟那種討厭的 那該死的那個騙人的企業 怎樣怎樣 喔 對 這是我的小故事 可是他沒有強迫你 就是真的騙到你是不是 但他其實就是 三百塊 他會講到後面會說什麼 你為什麼不買 會一副質疑你說怎樣 我就想說什麼 這個才三百塊而已不是嗎 才三百塊而已怎樣了嗎 怎麼了嗎 你送我啊 不才三百塊 我那時候就說 因為我平常沒在工作 所以我沒什麼餐費 我就只有餐費而已 他就說 可是三百塊一下就有 你就省個一兩餐就好 我想說為什麼我要為了省 那你省那一兩餐給我啊 為什麼要買 我覺得 怎麼有人臉皮可以厚成這個樣子 我說抹了會像你這樣 我才不要 臉皮越抹越厚 討厭耶 怎麼辦我會被罵 講話越來越多 如果是罵那些人就OK 對啊 當然是罵那些人 罵那些不長眼的 不知道眼睛長在哪裡 看就討厭了 圓圓圓秀 完了完了 上癮 我眼睛長在臉上啦 眼睛要張開啊 閉起來幹嘛 都不會看一下誰 威廉耶 也敢叫人家賣三百塊 威廉吃飯都不夠了 沒有那時候那時候 蒼廢 蒼廢 好啦 差不多 希望大家沒有被我們的 犀利 犀利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最犀利 最犀利的言論 大家聽到 路上遇到他不要看他 對啊 那一對到你這樣會跑 這樣比較好 沒有耶 開玩笑 本事可以 沒有我是講認真的 因為也是有人 真的會在路上認出我 然後是要大便可以拍照 那個我都OK 可是你不要就是 直接過來說 嘿 Bro 或者是直接就是 欸你好漂亮喔 可以加一區嗎 就是那種就是 我先卸囉 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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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好啦 那 所以今天的主題到底叫 搭散 然後延伸到消瘦 再加上又騷擾又 推銷 推銷 對 OK好啦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 聽完有沒有什麼感想 也可以留言跟我們分享 對 然後 好 我們會有一個新的小環節 就是 會希望你們可以回應之前 人家 人家TALKEST留言 一些人 我以為慢 然後快速解釋 好 謝謝 我喜歡我們 趕快按照訂閱分享留言 好 自己關心 不要啦 不要急了 怎樣 怎樣 又要幹嘛了 什麼問題說 我會抓幾個 好 抓幾個 抓幾個 比較多的是暈船仔那一集 所以我稍微來看一下 好 你是說街坊的嗎 不是不是 這個我們聊天的 你不是你跟Daisy聊的 我跟Daisy有聊過暈船 有有 我什麼都聊未聊忘 啊有有有 好 有一個男生他回說 選擇多的人就不會暈了 你們對對有看嗎 沒有啊 你有可能每個都要暈啊 對吧 可是會不會因為目標很多 或者是說你有分散的話 你可能不會對某一個得失心那麼重 不會耶 我覺得還是會 他覺得有 我覺得 正常人來說的話有可能 如果真的是 大家都要追他的話 我就不 就可能就不會那麼暈 就覺得好吧 那這個沒有的話就算了這樣 沒有我覺得他還是會暈 而且他每個都還是會暈 而且加入就是 他雖然他自己本身對 好啦我給他五個就好 A B C E 他可能對A是20% B 10% C 等一下算數學 也是30%好了 這樣是多少 60 然後另外兩個就是一個15 然後一個多少 反正就這樣子去分配 但是他 還是喜歡程度B 對他會這樣去分配 所以要代表因為他還是都想要同時擁有 你懂嗎 他就是已經想要 我想要同時擁有才會有很多個嘛 可是今天假如有一個突然間對他不好了 他就會開始會覺得 欸 開始有點 就是 欸怎麼會 他怎麼會 所以有可能 原本這個20% 就瞬間變10% 然後他把其他%加到他身上 就他會暈 他會護暈 你懂嗎 他同時 就是他同時每個都會暈 他會暈A到B 全部都暈 所以你的婚姻是 其他女生鼻子也會護暈 那也太亂了吧 這是什麼名句 會全爭亂 沒有就是真的他可能 怎麼講 就是對 我剛剛講了 對就是消掉之後 然後會有一個勝出100%的 就是全心全意 但沒有他就是他當 他當初想要這麼多個 就代表他還沒有要下定決心是哪一個 因為等到他哪一天真的下定決心 想要哪一個的時候 他另外四個他也放不下 然後如果那另外四個 有人自己選擇退出的話 他會超級不開心 他的那個100% 可能又要再分散給每個人 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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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變這樣 真的啦 他好累喔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 對啊同時 今天這個女生好暈喔 明天那男生好暈喔 暈來暈去 暈到最後人呢 好多個好多個好多個 電話節目 事業住很大 對啊 對他也是蠻厲害的 對他真的很厲害 對他真的很厲害 一天24個小時啊 可能可以給四個人好了 六個小時一個人身上耶 晚上睡覺的時候陪其中一個聊 晚上聊到很晚嘛 然後明天那晚陪B男 然後聊到很晚了 然後輪流 喔我今天放假 再還你在B男六個小時 這是高級運船仔耶 超厲害的 我沒有辦法 職業醒 我是沒有遇到過啦 就是朋友而已 朋友朋友 都是朋友 可以拜師學禮一下 就改天再去問一下是誰這樣 好 那下一個留言說 真的行 真的先好好當朋友 不要一下子就運船了 對彼此都不會造成傷害 等到時間到了 再做下一步 那是肯定 時間到了 是什麼 你的下一步是 再坐下一步車嘛 再坐下一步 下一步 下船囉 對 再上船囉 不是啊 我覺得合理啊 你可以就是先 當朋友先認識 可是 現在的人已經 現在的人 已經很少會 什麼先朋友吧 就是很多人是 連路人都在運的啊 對吧 欸怎麼看我 連路人也有 很多人是那個 看到路上就 好運了 我大概走過去 運個一分鐘 然後過去就忘了這樣 一分鐘也是有點久 但你還是運了 又走路是好帥好帥 大概一分鐘 過了才看個馬路 對然後看個馬路 我就忘記他了 我們街訪應該有 街訪個四五個小時 我看你四五個小時 應該都還運 那走過去 走過去一個運 一個運 沒有啊 就是 怎麼說 當朋友在 當朋友也還說運啊 當朋友就比較減少 就他的意思應該說 得失心不要那麼重 就是 雖然喜歡 但是可能先認識再說 先了解對方多一點 就是你要先了解他多一點 你再來確定說 他是不是適合你的那個人 而不是說一開始看到他 好帥喔 因為你有發現他是個渣男 對對對 還是要先了解 或者是之後可能連朋友都做不成 對啊 大家要精實一點 還不錯啊 合理 要精實一點 自己講 OK 我也才一分鐘 走過路過 我就忘記了 一天有那麼多分鐘 一分鐘運一個 OK 下一個有說 巴比不用捧起來就真的很可愛 蛤 然後他有下一句 他說 然後我相信巴比的男性 有人一定有人有暈過 因為巴比的個性值得 很值得男人按 你是說像我這樣 屁陪叫我這樣在罵人嗎 男生不喜歡這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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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裡有人說話 他說 粉絲都是這樣 粉絲就是把自己喜歡的人 捧到 有一個人色嗎 把自己的光環 這樣子 對 啊所以一般男生 像我這種個性 兇巴巴 其實這種是好的 這種才是 姊姊型 對你喜歡姊姊型 他喜歡姊姊型 可是我不敢 我不行 你不想要被罵 不想要被罵 可是有人說姊姊 姊姊 人家的確這麼少 我叫姊姊 每一個人反應都很大 你哪裡姊姊 沒有啦 姊姊是一個讚美啊 我覺得 啊你開心就好 你開心就好 我是沒有很開心的 沒有啊 這個我要回應什麼 你說男生嗎 我自己是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跟旁邊的男生 就是當哥們啊 就是兄弟們 所以就算有 你可能察覺不出來 但是我覺得男生 真的蠻容易跟 好 對他們很好的女生 真的喔 對 因為男生其實有時候 不能做太好 對有時候他們不能分定那個 因為像你 你可能會覺得說 你的界線很清楚 你很確定他就是你朋友 可是男生 那這樣好了 我知道了 我所有男性朋友們 你們從今天起 全部都是我姊妹 哇 多少人在你目前七歲 七歲 你找不到那個 你這輩子找不到 你這我嗎 對啊 沒關係我本來就覺得 就是工作重要啦 工作 現在不要打傷那麼多人 工作重要 先有了工作之後 有了自己OK的時候 再來說 不要那麼急 對你們現在就是 不管假如真的有身邊朋友 真的有那種 不要不要 對你有意思 不要有期待 不要有期待 不要期待 姐 姐現在沒有要那個 花 談戀愛的 對 時間不太多用 不要打傷一堆人 我今天就要發三天文了 然後怎樣 這邊兩三天個人結束了 對啊結束了 關掉了關掉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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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你今天如果 假設假 我假 真的不會講話 假設你今天真的要當男朋友 我們不行 哇你不要斷自己後路了 怎麼樣 怎麼樣 因為看完這段就說 當朋友就好了 沒有他是這樣的人 曖昧對象 當朋友就好了 隔天神影 對解雲 我就是要講直接一點 讓你們 就是不要太有期待 不要期待 不要期待 自動會出去 對 退出 退出 我們光看 光看率就到這裡 沒有 沒有 是不是人家反而會想 看你真面目 因為有些人可能 還沒看過我們頻道 然後剛好滑到我們趴K 然後就點進去看一下 這個真面目 話講很死 這個人到底講怎樣 對 這個人到底怎麼樣 就不要給我看到下個禮拜 就跟一個男生怎樣 沒有啊 跟男生在一起 就是朋友 如果是真的性 就是朋友 不會說 那你什麼時候 不敢 沒有 我說不敢講 是我跟你講 反正就不會是 對 就現階段沒有 那我們要怎麼分辨 如果 把這個放在最後一集 把這個放在最後一集 那我們要怎麼分辨 如果你之後到時候 真的有個曖昧對象 要怎麼跟你 你的朋友分 就是 有什麼差別 那你還是不一樣的啊 你說聊天還是怎麼樣 你知道跟那種 回的頻率嗎 或者是稱謂 稱謂 曖昧而已 我們看到你跟那男生聊天 你開始變害羞了 會嗎 你會變害羞嗎 我覺得我應該是 還是會更兇 還是會更兇 其實這種可能會 對有可能 不會太兇嗎 太real的我人了 他們就是 反差的可以這樣 你要說你自己喔 你自己也這樣說 怎麼變木頭 對對對 是是是 結一動 結 要結 陳情 就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反差 反差 我不知道 那你們就自己 慢慢觀察 好 哪天 就本來哪天我跟威廉 沒有啦 威廉 沒有啦 威廉 好了 這段要剪掉 這部影片 你可以評比一下女朋友 沒有 你沒有在後面 沒有沒有 我就是要讓他知道說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假如哪一天這樣 就代表我生病 什麼你生病了 我才生病了 如果哪天巴比這樣的時候 是要帶他去看醫生 對啊說明 哪一天不會跟威廉怎麼樣 是不是他在生病 對啊我哪天看他Q喔 他說Q喔 喔 哎呦 趕快帶去醫院 帶去醫院 他去醫院 主阿 哎呦主阿 不行啦主阿 哈哈哈 謝謝你 謝謝優 好笑的 好 然後 有人回說 雄 呃 雌性才有交配錢 這個我是不知道他該怎麼 我們又不是螳螂 奇怪 還要把你吃掉咧 雌性 這是 這叫說你強不強勢了 這不是說所謂什麼 因為還是有很多 男生有所謂的後宮加利 又不是說什麼女生 才就是選男朋友 嗯 之類的 就是外個人的 對啊 那可能你剛好就是太 太 怎麼樣 認氣太不好了 太害羞了 對你認識到的剛好都是 緣分還沒到 你遇到的剛好是比較 強勢的女生 強勢 對所以 不要氣餒 緣分會到的 對 對 然後有一個留言是說 呆C點怎麼每次都長得不一樣 欸 等下有講了嗎 這個等下是呆C點 等下是呆C點 他一定會弄掉 呆C點都無語 對 至少不要再說他是立存的妹妹 就好 哈哈 然後最後一個留言是冠賢人 他是說騎車啊 但是騎車 他說騎那種什麼 重機類的 如果沒有扶手 只能抱 不然會摔死 你這個完全不符合 暈船的 暈船跟重機 他應該是說那個 騎摩托的時候就是 如果 啊我說 我有說過 他說什麼 他說不要再抱著 他說騎重機那只能抱 不然會摔死 哦那是肯定啊 而且你今天我又是 要趴下去的 我就看你怎麼扶 人家趴成那樣 我看你怎麼扶 男生也要抱 要啊 欸對啊如果在男生怎麼辦 也是這樣的話 會抓一下衣服 哦 但是還是靠在一起對不對 我都直接這樣欸 你直接靠在上面 我朋友做我就直接這樣 怎麼可能抓衣服 男生了 有些男生不喜歡你抓他的衣服 或者太靠近 我覺得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距離 覺得是還好 你是這樣然後中間有距離這樣 中間怎麼有距離 那會不會很難做嗎 真的 就是除非他真的是蟲刺那種 會身體上 如果他真的衝是故意要你貼他的話 你就知道 然後走來就這樣 真的 哥你不要吧 哥 好好 恭喜 好啦 好 開玩笑說 算到後面也是有點瞎聊 滿歡樂的 對 那會有一個 回答環節 對啊 回答熱烈的留言 留言 可以問你解惑 老樣子想被我罵的 也是可以 都有一些想被罵的東西 心臟夠強 對啊 好啦 因為喜歡我們的PodK啊 我們的頻道 我們所有的影片 也訂閱我們 鬧大IG啊 然後還有按讚訂閱分享留言 也可以就是分享給那些 有 被搭訕過 困擾的人 或者是 想要交朋友 對 我在想要怎麼講會委婉一點 OK好 那就 先這樣 喜歡我 喜歡QO 我們的IG 然後我的Tiktok Youtuber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收很多 拜拜 拜拜 我不是還好 最近講話就一直這樣 他已經要編認了 有 有 然後你偷看酷比 然後跟他學